以斯帖记第一章 亚哈水鲁座王从印度直到古时 同管一百二十七省 亚哈水鲁王在苏安城的公登基 在位第三年 为他一切首领臣仆设摆严席 有波斯和米迪亚的权贵 就是各省的贵奏与首领在他面前 他把他荣耀之国的丰富和他美好威严的尊贵 给他们看了许多日 就是一百八十日 这日子满了 又为所有住苏山城的大小人民 在玉园的院子里设摆严席 七日有白色绿色蓝色的杖子 用细麻绳紫色绳 从银环内系在白玉石柱上 有金银的床榻摆在红白黄黑玉石的铺石地上 用金器皿是酒 器皿各有不同 玉酒甚多 祖显王的后裔 喝酒有力 不准勉强人 英王吩咐宫里的一切承载 让人各随己意 王后瓦什提 在雅哈水鲁王的宫内 也为妇女色摆严席 第七日 雅哈水鲁王 饮酒心中快乐 就吩咐 在他面前示例的七个 外贱 米护曼 彼斯他 哈坡拿 彼格他 雅伯他 西达 贾家 请王后瓦什提 头戴王后的冠冕到王面前 使各等臣民看他的美貌 因为他容貌盛美 王后瓦什提 却不肯尊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 所以王胜发怒 心如火烧 那时 在王左右常见王面 国中做高位的 有波斯 哈米迪亚的七个大臣 就是 贾斯拿 斯达 亚马他 他斯斯 米利 马西拿 米姆干 都是 达什物的名责人 暗王的常规 办事必先询问资历名法的人 王问他们说 王后瓦什提 不尊太监 所传的王命 照例 应当怎样办理呢 米姆干 在王和众首领面前 回答说 王后瓦什提 这事 不但得罪王 并且有害于王各省的臣民 因为 王后这事 必传到众户人的耳中 说 亚哈水鲁王 吞咐王后瓦什提 到王面前 他却不来 他们就藐视自己的丈夫 今日 波斯汉米迪亚的众夫人 听见王后这事 必向王的大臣照样行 从此 必大开藐视和愤怒之端 王若以为美 就这样子写在 波斯汉米迪亚人的历中 永不更改 不准瓦什提 再到王面前 将他王后的位分 赐给比他还好的人 所降的旨意 传遍通国 所有的户人 无论账户贱 都必尊敬他 王和众首领 都以米姆干的话为美 王就照这话去行 花照书 用各省的文字 各族的方言 通知各省 使为丈夫的在家中作主 各说本地的方言 都必须贵的方言